今天继续回来Focus的新闻现场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在19号 有一艘豪华游艇沉没 而在这个失踪名单当中 包含了好几位的富豪在内 失踪的名单包括了被称作是 英国比尔盖茨的企业家林奇 还有女儿摩根史丹利 国际公司董事长布鲁莫夫妇等人 目前家属还是不放弃任何的希望 因为游艇在60秒内迅速沉没 这个让船舱容易形成所谓的气血 因此如果幸运的话 失踪者可能会因此存活下来 然而这一场的救援行动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潜水员表示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船舱内有敲击声 但是这个船体倾斜90度 存在水下50公尺的地方 每次他们潜入只有10分钟的搜救时间 加上了船舱内物体非常多 因此搜救相当困难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的巴勒摩港口 潜水员全副武装跳入海中 潮位于水下50公尺的一艘沉没游艇前进 寻找失踪者的下落 当局每天派出19名潜水员 三人一组轮流下潜 首要任务是在船尾区打开一条通道 他们正试图打破甲板休息区的玻璃窗 才能进入这艘56公尺长的游艇内部 而且每次成功进入后 只有10分钟的搜救时间 困难度非常高 事发在当地时间19号凌晨5点多 港口监视器拍到一场狂风暴雨 画面上远方的光点 就是豪华游艇背试号 在波涛羞泳中突然消失 沿畔海上出现水龙卷 游艇被打翻之后 快速沉入水中 被试号豪华游艇2008年完工 由意大利知名造船厂 Pirini Navy打造 船体长56公尺 屡致尾杆比船身还长出15公尺 适合在极端环境下航行 豪华内装就像小型饭店 一周租金22.5万美金起跳 约合台币720万元 意外发生时 船上有10名船员 12名乘客 目前只打捞到一具遗体 确认身份是厨师汤马斯 6名失踪者非富即贵 包括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 董事长布鲁默夫妇 曾被称为英国比尔盖茨的 科技企业家麦克林奇 以及林奇的18岁女儿 和曾帮他打官司的律师 莫维罗夫妻 林奇的妻子则和其他人 一起被附近的船只救起 为何附近较小的船只 能挺过水龙卷 大型豪华游艇却沉没了呢 意大利媒体推测 被嗜好当时的船舱门 应该是开启的 才会导致大量海水灌进去之后 在60秒之内沉没 不过这也给了搜救人员 一个希望 因为沉没速度快 船舱内可能会形成气血 加上潜水员表示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听见敲击声 但潜入船舱实在太困难 失踪者的生还几率 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渺茫 15名生还者中 有4人受伤 送医后都没有大碍 最幸运的是这名 年仅1岁的女婴 在父母亲保护下 毫发无伤 在经历过几周的高温酷暑 意大利北部地区近期 开始出现暴雨 气象专家表示 温暖海水遇上雷雨云 气流交互下容易形成水龙卷 而且何时发生 在哪里发生 几乎无法预测 学者认为气候暖化 是这次导致豪华游艇 沉没的间接原因 由于海水升温 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与天气 让水龙卷更加频繁 游艇管理公司表示 目前判定游艇 在水龙卷来袭时 是处于抛锚状态 意大利检查机关 已经启动调查 由于游艇悬挂的是英国旗 英国海事事故调查处 也派出调查员 与意大利搜救团队合作 评估意外发生的各项细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